大家好,我是薩迪斯 又來到了每週的遊戲時間 這次的主題是鼎鼎大名的對馬幽魂 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歡迎追蹤我的FB粉專還有Twitch實況頻道 最近S4遊戲台Podcast頻道也陸續更新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看看 雖然對馬幽魂已經出了一段時間了 不過一直到了最近我才把它破完 身為PS4時代最後幾個獨佔大作之一 對馬幽魂可以說很完整的 把我從最後生還者2的劇情所糟蹋的心理給拉回來 這款遊戲是由Infamous系列所聞名的 索尼第一方工作室Sucker Punch所開發之作 是一款公式化的開放世界動作RPG 同時也會在10月16號免費推出1.1更新 加入合作傳奇模式 現在的3A大作還有免費DLC 真的是非常少見稀有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先來聊聊劇情 玩家將扮演靜景人 是一位在抵禦蒙古侵略戰役慘敗而幸運生還的日本武士 他一邊尋找幫手的同時 一步一步的擊潰蒙古的士兵解放對馬島 表面上這的確是一齣很典型的復仇劇 不過靠著吸引人的角色互動 以及有趣壯觀的場景 徹底的讓我融入情境之中 看著主角慢慢從一名榮譽的武士 卻不得以違背家規採取悲劍的盜賊戰術 同時自己的遊玩風格也從什麼都正面硬剛 漸漸變成能先暗殺幾個就暗殺幾個 似乎隱約能理解主角身為武士身份的認同痛苦 感覺上就像是玩家一步一步的把人比向變成戰鬼的道路 -我是武士 -不是不是武士的武士 -是是Clawde 而除了吸引人的主線之外 遊戲的支線巨型也是不遑多讓 甚至接近其他遊戲的主線等級 不停的讓玩家猜疑對方的動機 再慢慢的揭開角色之間背後不為認知的秘密 玩家在主線中會遇到許多的角色 幾乎都有屬於自己的一整套支線任務 讓玩家更能好好理解這些人背後的故事 不過有些故事我反而覺得他應該加進主線會比較好一點 有的故事是真的會讓人家看了鼻涮那種 看著這些四金小民因為蒙古的入侵而家破人亡 美好的家庭在刀下 什麼都不是就覺得 欸我是不是應該再多砍一些遊戲的蒙古人啊 除了帶入感十足的劇情以外 遊戲也一貫維持著索尼的3A大廠頂尖的畫面水準 遊戲的開場就讓玩家徹底的感受到 什麼叫做蒙古侵略的震撼 先寫事件 響徹雲霄的吼叫聲與尖叫聲混合在一起 讓場面看起來更加的慘烈 加深了玩家對於這群蒙古人的憤怒 而除了大場面以外的時間 遊戲對於畫面的呈現以及各種地方的小細節 也一點都不麻糊 尤其是在運用顏色這一塊 絕對是我看過的開放世界中最有特色的一款 遊戲的巧妙地利用顏色的對比 來強調遊戲各種元素來默默引導玩家的視線 玩家們不自覺的就會朝向目標與興趣點前進 除此之外遊戲也善用它的物理引擎 不像其他遊戲單純的只是把東西標在地圖上而已 這款遊戲利用風這個元素來引導玩家 只要滑動PS4的觸控板 就可以讓遊戲場景刮起大風 地面上的落葉以及草地都會向著目標點擺動 大幅度的減少玩家探索的時候一直停下來看地圖的時間 不管是在晚間漫步在竹林之中 欣賞著月光所感受到的沁涼 還是騎著自己的愛馬在夕陽的畫質底下奔騰 種種的設計都讓玩家深深的熔爐在對馬島這個世界之中 看著這樣的畫面 除了視覺上震撼以外 更多的還是震撼 接著就來聊聊遊戲的戰鬥系統與它的探索機制 遊戲的戰鬥系統將蝙蝠俠以及蜘蛛人 這系列的節奏戰鬥系統以及人王的架勢系統 做了一個大結合 玩家必須依照敵人所拿的武器種類 切換不同類型的架勢 靈活的招架或是避開敵人的攻擊 找到最佳的時機砍爆蒙古人 嘴巴上說起來很簡單 但遊戲中的敵人可以說是毫不留情 先不說遠處的攻守到底有多準 光是手持盾牌的蒙古軍以及長槍士兵一起同時出現 就需要玩家的一點技巧了 當玩家攻擊敵人的時候 其他的敵人可不會像刺客教條一樣 傻傻的待在那邊等你打完 這種時候利用身上的道具還有地形就顯得非常重要 當敵人太多的時候利用身上的苦無或是炸藥脫身 重整態勢以後再來也是不錯的戰術 隨著劇情的推進以及升級 人也會慢慢的學會各種不同的招式 像是暗殺以及使用各種不同的道具等等 讓戰鬥更多元爽快 從一開始 利用對峙系統跟敵人叫囂開戰的榮譽打法 1、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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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的轉變成飛劍的暗殺道具流 而戰鬥之魚 探索就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款 剛剛提到遊戲的引導做的非常有特色 利用遊戲的物理引擎讓刮起的風還有吹起的樹葉 成了最好的導航工具 目標地點吹起的狼煙則大幅度的減少 探索途中玩家打開大地圖而被打斷節奏的機會 玩家會很自然地遇上這些有趣的目標地點 路途中可能也會有其他有趣的事物所吸引他 讓玩家不停地體驗對馬島各個角落的小細節 常常我在跑主線的時候遇到了路上的狐狸 或者在空中翱翔的飛鳥 跟著他們不知不覺就來到了一個從來沒看過的場所 又開始了新的任務船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砍竹子寫詩的小遊戲 讓玩家徹底地融入日本武士的習俗之中 可惜的是遊戲的任務設計其實並沒有什麼太特殊的點 如果你玩過了巫師3或者刺客教條 你就會發現他們的相似之處 不過身為一款公式化的開放世界 對馬幽魂最厲害的並不是這些任務本身的設計 而是他們背後的劇情以及他的包裝 玩到了後期遊戲的戰鬥已經不是他的重點了 讓我不停玩下去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任務背後所包含的小故事 不論是拯救被蒙古拆散的家人 還是搶先蒙古人去取得強力的甲咒以及武器 這樣子的任務包裝 讓每次的任務體驗 都能感受到不同的人 對於蒙古人侵略的恨意 及他們生活上的痛苦 而不是單純的領獎勵而已 也讓這一款明明是公式化的開放世界 如此的吸引我 那這次有關對馬幽魂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打完了遊戲以後 我更迫不及待接下來的免費更新 傳奇模式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看他究竟好不好玩吧 如果可能的話 我到時候也會製作影片來特別講解他 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歡迎追蹤我的FV粉專 還有Twitch實況頻道 最近SG遊戲談Podcast頻道也陸續更新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看看 謝謝你看到最後 掰掰